好 晚间七点整 现在岁末年中 到底明年有没有调薪呢 赶快来看看 这位大老板 卫权的董事长登高一湖 他说企业不管有没有赚钱 都应该要帮员工来加薪 不过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他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如果企业都没赚钱 倒光了那还帮员工加什么薪水 所幸台湾中小企业的老板 比较大方 包括阿寿 巨匠 还有上市公司巨洋 都宣布明年要加薪 2%到3%的计划 希望可以借此来留住人才 因为这样还没全部结出来 但是我们目标应该是三个月 我们总会加薪 当然目标有总平均 如果有基本的调薪大概3% 为全集团董事长 魏英聪日前登高一湖 不管企业有没有赚钱 都要帮员工加薪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却很不以为然 卖食品赚的钱多一点 他可以这样讲 董事长可以同意一下 魏董说企业不管赚钱 还是赔钱的话 我不能够同意这句话 你要亏光了 你要搞掉了 你怎么还可以加薪 徐旭东强调 有赚钱才加薪 对于绝口不提的年终数字 也终于松口 我们应该都会有一点吧 那年终的部分呢 现在确定了吗 年终也是各行各业不同 大概基本上两个月总会有吧 不过为全董事长的加薪论 开始在企业界发酵 包括鞋业龙头阿寿皮鞋 补教业者巨匠电脑 成衣股王巨洋实业 以及冷压大厂哈勃精密工业 今天纷纷站出来 表示愿意为员工加薪2到5% 勤迷摸大咖助政尾牙 从路边摊到拥有上百通路的 阿寿董事长罗荣岳就表示 表现好的员工 调薪幅度可以来到二位数 但对上班族来说 薪水怎么调好像都不够用 大概4 5%吧 现在薪水感觉不太够用 差不多就2万多 就一般社会刚出来的薪水 大概希望有个3万多左右 看来也只有大企业员工 才能享受到调薪的好处 一般上班族想加薪 恐怕想都不敢想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